你好,财经揭露,大家好,这部片出现11月6号,大家好,我们主要是讲港股 上个星期,霸威尔演出《雙面人》,说一套做又另一套,市场已经开始有重要的变化 是不是真的这样变,需要下个星期观察多些,看来就有机会 财经揭露203D,你题目就写得很精彩,连续两次,不加息,美债息回落,美股反弹,放弃管理通胀 美国放弃管理通胀了,说着做圣诞的window dressing,放弃管理通胀 霸威尔说不考虑减息,即是扮劲啊,吓鬼,信他一成都死了,真的 市场你说完之后,如果真的霸威尔扮劲啊,不考虑减息 那美元不会是怎样呢?是吧?那你这么厉害,美元是升还是什么呢? 其实星期五晚就出现了这个端危了 哇,跌得挺急啊,106变了105啊,哇,整点啊,真的挺多啊 我们看一看长线,和我两边长线一点啦,你立刻图就起了个端 OK?你起了个端啦,那看一下下个星期有没有联储局或者政府官员走出来说 我强美员,我们是要未来说减息,那他就再跌一棍下去 那你知道什么了,如果真的这样发生的,是吧? 信他0.5成都死了,这帮大哥真是 只剁口那些没行动,那些人开始不理他了,真的 其实我们上一节都说过了,市场就是在他议息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准准欲动了 对不对?那我们也起码在咪前咪后都说过,那些商品全部都在议息前都站在一个位置 以前那些是扎扎跳的嘛,那些都站不住在那儿,那现在 那些大哥就已经知道他的东西了,那我们看短线图,短线图更加厉害啦 短线图就直接热口倒了下去,就星期五就再倒了,那大哥真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里写了100啦,那刚才我再说一次 原本106是短时间内变了105,是足足一点有多的 是偏多的,真的偏多的 还有发生的那个时间地点呢,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尊重一点啦 那你真的说未来一定会加息的嘛,不会减息的嘛 即是他这样的意思嘛,没有这个衰退的嘛 那我们来看看当晚发生的事情啦,星期五晚啦,OK 星期五晚有一张报价表的,何时光,上面有些外币那些 欧元升1%,日英升0.7%,英镑升1.5%,那有一点呢 我就翻看过那些图表,原来如果美元指数里面呢 我看过是以欧元和英镑是最强的,其实真是招爆头的 即其他的那些奥子啊,紫色难言那些更弱些 其实加币都没有他们那么强的,所以这两只 即是美元指数里面马首是尖,英镑和欧元啊 那么加指就不是升很多啦,澳指就1.2啦,新西兰指就1.7啦 OK,那美元指数当天星期五就跌了1%,OK 那么十年期债息落回去45.5,4.5那边啦 黄金就一九九二就跌了不是很多啊,黄金就顶着 下面黄金的回头来的就顶着,近着二千那个位 其实就没什么多动力夹不住的啊,OK 那这些不是表示弱啊,这些是不是存着能量呢 有一晚就向上挖上,即向上爆上去呢,这个拭目以待 但有一点呢,我一直都讲着的就是,令人非常之沮丧的黄金股呢 终于等了多个月之后呢,星期五晚其实有突破了 GDX你看到啊,嗯,在那 那晚黄金股是升了5%啊,很厉害的,指数来的 大概这个5%,即是你找金矿股升,10%都有啊,我告诉你 我都挺狡猾的,加息第一天呢,他就GDX不动 第二天才突然升5% 其实我在场上感觉到的,我在场上感觉到 即是GDX不动,但有些就已经... 其他东西有点小动作 对啊,即是不是那么平凡啊 即是我们没那么聪明的只会看GDX就会看他不动 刚刚不加息第一天 对啊,只不过我们努力一点啦 那,那个重点呢,就是你现在找GDX图图呢 其实仍然是完全不吸引的啊,OK 因为一只太多了,那5%,升5% 简直,简直弥补不了以前的跌幅 所以呢,就,还可以在那里遮遮掩掩掩先的 那这是第一天而已,我们节目前讲过,这些是先兆,未是很确认 那就是,当然如果你要吃尽它,即是要投资呢 那个回报要够高,那当然是这些时候呢 就已经拿着茶茶,甚至上已经下了派市了 明白 明白 那看得清楚一点,才会动手的 那当然利润少一点啦 那这个就是,你喜欢吃辣一点,还是没那么辣 那这些是自己决定的啊 那接着呢,那我们回到香港这边啦,香港这边就是,那 何志光,这个经济日报啊,OK 即是国内国安部啊,就说呢,如果你唱空者啊,涂空者啊 啊,网图引发金融动荡啊,密切监测啊,金融领域的国家安全风险 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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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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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西方当然说没有言论自由,但我觉得是应该的 没问题的,要防卫金融系统 你炒股票啊,你有动机长谈它,做空的市场,然后赚钱啊 我会见到当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这件事的时候 等于don't fight with the fact,我们不会跟联储局对着缸 我们也不会跟中国政监、中国政府对着缸 这个投资来说,这件事很重要,它其实是一步一步正在做 我们也指出中国的半导体股是否东升西降 我们都是偏向长远来说应该看好些 港股这边我们看多一样,这个牛红症 走到这里,其实前两天牛症多过红症 于是就升了,现在又由红症多了,18000点最多 下面就是牛区就是一万六千八,我们上半部讲到 真的美国爆山粉色炒昌,圣诞节粉色炒昌 可能他们想做好过西方国家的股市啊,资产啊,债市啊 那会不会帮到港股呢,所以也是值得留意的 我都引用一个我们常常提的大师啦,大师在TVV公开说 说港股最差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的理解呢,这个应该是滑原率的问题 我在这里也这么说的,我不会说这个星期港股 完全没有机会爆升的,我不会这么说的 其实他也是在说这种可能性的问题 有多少个可能性是会,其实他说了很多次了 港股已经见底了,一万六千八,OK 沈阵营这么说呢,我们也不敢说他坚定留 不过我们就提供一个资讯去这样说过 根据我听他的意思呢,仍然是有机会 是走多一阵下去,一万六千八的 所以这件事完全是所谓的可能性的问题 有多少个百分比的可能性,向上,有 多少个百分比的可能性,向下,有,OK 这件事我都认同的,也是很科学化的 说真的,现在那些年轻人读什么大数据 都是读这些,就是AI 第一课书就要读这些可能性的 所以不要说我们戴头盔,很正常 你说跌下去一层不起,这个就真的很低机会了 可以这么说,我看到牛红症的摆设来说 其实有机会杀红的,也是一万六千八 那个位,之前的好仓在那里,成功买中了 这些牛仔,所以看下今次那些红会不会被人收 那我们看下这个,我们看下这个预托证券 ADR,OK? ADR你看到的,港股升完之后再升到一百点 所以淡有就很不空啊,这次啊,小心淡有 因为鲍山真的搞完那些东西之后 其实那些大户都,我感觉到他蠢蠢欲动 跟着,我们看这个港股走势一下 OK,上面那个就是长线走势 因为你看到他其实全年都是向下的 那现在就算向上升呢,其实都未破这个下降轨 嗯,但是如果你紧到破了下降轨才动手呢 那其实那些股价... 一万八千多,近万九的啦,如果要破到... 要破万九的啦,真是的 那这些真的,胆博胆,还有看下大家几有信心 是啊,因为如果你想要买港股的,那你就慢慢买咯 在这种这样的跌浪里面 嗯,明白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下才会冲爆上去的嘛 很难触摸的这种,但是如果市场里面 是多点的股票,走回好点呢 那就比较确认点就可以够胆做 如果冲上去就跟去年的样子一模一样的 一样,完全一样的啦,如果一冲上万九就... 一冲上去就真的二万二那些啦 是啊,跟去年一样啦 如果我怎么画好图呢,我画不好 甚至上,用去年那幅图量升一万,怎么上去呢 上去二万...二万...二万...二万四那边啦 因为那个问题... 同一幅度要二万四的啦 是啊,因为那问题就是... 阿里巴巴、七零零这些真是跌到很残的嘛 你还有一大堆国内银行股、金融股那些真是残到爆的嘛 那你又不知道中央...喂,不要以为中央这么废的啦 真是恒大啊,什么那些可以拖死金融... 金融...就是金融那个... 系统啊,真是...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国内有没有方法可以处理到的嘛 一处理到的时候,哇,那些... 那些金融股都飙了上去 哇,去年都升到三个月啦 是啊 这次又升回三个月,真的不是没可能的 不是没可能... 因为整个压抑太厉害了 嗯,明白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游戏就是... 我们现在面对一个这样的样子 你把图画好的话,你又追不到 但是这幅图,如果是这样的角度下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会不会黎明前的黑暗还有一下呢 那这个我们不知道的嘛 嗯,明白 就是有可能的,所以... 但是如果长远来说,我们是有信心的 我们看下图,就是即视图 那你就... 那你就见到就是... 橙色圈下面很大的方格就是... 呃... 呃... 月尾的转仓的位,那我们现在已经升了上去的了 嗯... 升了上去就是...呃... 呃... 比较大机会好仓主导 那... 那... 最左手边上角大概一万八千岭那里呢 就有个... 有个鱼圈的,那里就是左的位了 ok? 啊... 那... 那最后啦,我们再看一张图啦 就是... 3033科技股指数啦 就是全程指数里面最漂亮的那个啦 这个... 没有下降轨的,ok? 你见到没有下降轨的 如果能够守住在这个位 其实代表就是什么? 代表就是科技股带头成功... 成功的守到底下 ok? 那我相信都是那样一既然是指数里面最强的 那应该如果向上的时候 就是由科技股带领咯 ok? 那何智光,那我们谈到这里了 是,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啦 那我们没有投资意见 就这么多,ok好,拜拜 拜拜